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终于来了 又是你 果然是你这个卑鄙小人 原来恶贼还有同党 跑得好快呀 你全都给我起来 起来起来 都给我追 走 走 大小姐 大小姐大小姐大小姐 大小姐别怕啊 我来救你啊 这次啊都怪我来救你 看你以后还好意思对不出我凶巴巴的 不要弄得痛哭流涕的啊 有陷阱啊 我都说了有陷阱啊 还好我伸手脚尖 喂 笨蛋 没事了 好险好险 我跟你讲啊 你不要松手啊 要不然我们两个一起遭殃的啊 我当然不会松手的 你也千万不要松手啊 不然咱们就成了同名鸳鸯了啊 呸呸呸 谁要跟你做同名鸳鸯啊 都怪你这个笨蛋 不听我的话 害得我们现在弄成这个样子 我好心来救你 你不领情就算了 现在居然还骂我 早知道 我就不管你死活了 不来救我 骂你是好的 都怪你的宝贝胡椒 要不是因为他 我们怎会这捕田地啊 哼 我看你跟胡椒啊 都是不折不扣的害人精 哎你 你这小子倒有点能耐 居然能找到这里来 嘿嘿嘿 千杯夸奖了 喂 亏你还敢冲美啊 哎 你干什么 住民啊 哎 哇 大娘 哼 我就知道 是你这个老怪物在作怪 哎哎哎哎 我跟你无缘无仇 你为什么要杀我 不怪你自己 怪谁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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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为什么 这个老怪物到底是谁啊 说 胡椒他人哪 这个老怪物 姓左明右 左人忽左忽右 黑白不分 善恶不明 什么卑鄙无耻的勾当 他全能干得出来 我凭什么要受你的威胁呀 你故意气我也没有用 总而言之 不抓住胡椒 我是不会放你家小姐的 那好 你既然咄咄逼人 那老娘只有跟你手底下见真章了 你赢得了我再说 哎呀 哎 大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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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我说了 你的武功怎么大不如从前了 原来你受了脚伤啊 我本来对你有三分忌惮 如此看来 我的担心是多余的 呸 我就是有脚伤 我也不怕你 你尽管放马过来 我真不明白 你为什么偏要袒护胡椒这个丫头 你以为你保得住她 你 告诉你 我早就知道胡椒 就藏在你的山庄里 你现在受了伤我可以随时上门拿人 不过 你也不会拿我有办法 所以我劝你还是早点认输 把人交给我 哎 大娘 不交 你千万不要屈服于这个人哪 江湖中人 讲的就是一起 一起 你还说 你这个成事不足 败事有余的小子 要不是你擅作主张 临阵变卦 把全盘的计划弄得一塌糊涂 我们也不会一败涂地呀 骂得好 这本蛋 就会自作聪明自吹自擂 其实 就是窝囊头顶 都怪我自己 一时猪油蒙了心 听信了你的宋主意 怎么 原来树林中那些捕快 都是你找来的 我再问你一遍 你到底交不交人 不交 你老怪我 要是真有本事 就不要为难晚辈 先把小姐放了 我在山庄等你来 跟我比个高低 放心 人我一定会放 不过现在不行 待我抓到胡椒 我自会放人 好了 今日之会到此作罢 你们走吧 不过 我有言在先 从此时此刻开始 我随时上门拿人 我要看一看 你们逞狂到什么时候 走 大娘 喂 站住 你这个老混蛋 老不死老畜生老秦兽 闭嘴 他不是你骂的 你这小子 除了嘴上逞能 你就会坏事 走跟我走 别在这给我丢了你现眼了 我 小姐 你暂且在这儿委屈一下 你要怪呀 只有怪我有眼无珠 所托非人 给你骗了一个这样的保镖 老怪我 我愿意以自己来交换 关大小姐 做你的人质 弟三郎 你疯了 是我保护不力 才离你遭死一劫 我是义无反顾的 你不必劝我 三郎 你想清楚了没有啊 瞧不出 你小子还真有种 你们对他如此关心 不会不管他的死活吧 这人质换得不亏 三郎 你不是要当护花英雄吗 我成全你 你过来吧 喂 你是前辈身份 不会抓了我 又不放关大小姐吧 你倒换不换 不换拉倒 君子一眼 死马难追 好 换 弟三郎 三郎 如果抓到胡椒 你就放人 是君子一眼吗 嗯 弟三郎 谢谢你啊 我刚才还在骂你 你不会介意吧 大人不计小人过 你跟大娘快走吧 那就好啊 不过你放心 这位前辈呢 对待人质非常好 你想吃什么 尽管跟他说好了 他说的是真的吗 你说呢 你好 我是东东 你是谁 你好 我是好姑姑啊 咱们一起去花园 看兔宝宝好不好 怎么了 是姑姑的表演不够精彩吗 嗯 东东 肚子饿不饿 来 吃点点心好不好 嗯 那好吧 如果你不喜欢吃这些 姑姑再给你去弄点别的好吗 嗯 嗯 我们就先不要玩了啊 饿鬼来啦 哈哈哈哈 啊 哇啊 safety 哎呦 哎呦 hai 哎呀 哎呀我 夫人 你不要生气啦 我是逗他玩玩 逗他开心而已嘛 如果你不开心的话 我以后不跟他玩 我不跟他讲话 连看都不看他一眼 老爷 我不是怪你 我只是心烦而已 原来让一个小孩子开心 真的是很不容易 难怪王老板说 我根本就不会带孩子 夫人 这怎么关你的事啊 你从来也没带过小孩子的呀 不如这样 给他耐心慢慢来 可是我已经很尽力了呀 但是总是没有一样做得好 不要这样 夫人 我想一定会有办法的 不如这样 那我发誓 无论如何呢 我会逗他很开心的 我 我马上出去 买最好的玩具 最好吃的点心 最好吃的糖果回来 我就不信哄不了这个野娃娃 不是不是 那个宝贝小孩 我现在就去 现在就去 别烦我 我不跟你玩 我说了不跟你玩 就不跟你玩 他已经疯了 我怕他干嘛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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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哈哈哈 别他了 他已经疯了我怕他干嘛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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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你打扮我? 你这个坏东西 干嘛打破我的古董花瓶啊 知不知道他值多少钱呢 你什么都玩就玩花瓶啊 你是不是先打呀 我打你呀 不要打我爹 我以后不 我以后不敢了 你死了 谁是你爹啊 你看你呀 这么打得像个小孩子一样 有你这儿的孩子啊 我就一头撞死啊 不许哭 这是什么打 给我给我 我要我要 吃什么糖 吃什么糖 不给吃 我要糖 不要糖 不给吃 别哭了 躺在这儿给你吃 我跟你说过 男子汉大丈夫 流血不流泪 你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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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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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哪儿啊 东东 好姑姑叫我 你在这里玩 不要乱跑啊 我 你们两个可以先回去了啊 头儿 忙我一天了 吃点饭嘛 就是啊 你走呀 你走走 你没带钱 你吃什么饭你 走走走 走走走 这走走走走 这走走走走 哎 哎 哎 合不透啊 哎 见没见到第三了啊 哎呀别提那小子了 我们俩商量一块埋伏在树林里头 谁知道这小子他跑了 那凶手呢抓到没有 这更别提了 夫啊 你老板这两天他怎么了 别说他了 自从衙门回来以后 三魂不见了七魄 天天关了房门不见人 送饭他也不吃 总这样下去我看 你赶快替他请个大夫啊 请大夫也没用啊 他不肯看哪 我有什么办法 这怎么办呢 你也不用担心 我会帮你好好的照顾他 福伯谢谢你了 这倒不用啊 你有时间应该尽快想想办法 说得对啊 福伯这外面 这个人际拉面怎么没出来啊 他说东东不在 没有帮手啊 他收摊了 那行 我先回衙门了啊 我走了 不送啊 胡椒 你快给我出来 胡椒 胡椒 小姐 你听我说还是算了吧 算 当然要算了 是算账 他害得我平白无故被人抓去 受了那么多委屈 又害你惹伤老怪物 你还要替他说话 事出必有因 这次的事不能全怪他 胡椒 胡椒 出来胡椒 小姐 别找了 我把他藏在酒窖里了 老天爷呀 这个酒疯子竟把你外公珍藏了几十年的佳酿足足喝了有一半了 你看看他 你 你醉死了没有啊 你你醒醒啊 吵什么嘛 人家还没喝够 哎呀 醒醒啊 你醒不行得过来呀 你要是醒不过来 我对你不客气了 醒 醒来干什么 哈哈 我告诉你们啊 我不喜欢醒 我只喜欢醉 哈哈 你们来得正好 要不要陪我喝几杯呀 哈哈 啊 嗯 哎哎哎哎哎 小心 你 天干 哎呀 你看 哈哈哈哈 天干为敬 嗯 天干为敬 哎哎哎小姐 我叫你喝 小姐 你干什么呀你 小姐 你哎呀小姐 你干什么呀你 小姐 小姐 哎呀小姐 哎小姐 哎哎小姐小姐 哎呀哎呀 我看你怎么喝 小姐 你的气呀该出够了 现在该是我们办正事的时候了 还有什么正事啊 哎哎 如今我们大敌当前处境极为不利 我只想请你帮我一个忙 替我做一件事啊 你说吧大娘 你赶快将这个锦盒 替我送到衙门 与河捕头会合 你们一起等我前去 共商御敌大计 但要切记 在我卫现身之前 绝不能先把这个镜盒打开 为什么 你现在别问 我以后会告诉你的 总之 一切我自有安排 哦 哎 我真是不明白啊 你这个地方已经全无秘密可言了 你凭什么还气定神闲地坐在那儿啊 难道你就不怕 我的帮手找来 再次围攻你啊 就因为别人 都会像你这笨蛋一样想法 料定我不敢留下来 我再偏要留下来 哈哈 佩服佩服 真是材质双全啊 听说你对待人质还不错啊 能不能麻烦你到云莱客栈 去帮我买一些黄金橙角 五香信仁一类的东西啊 让我果果付 如果还能再买上一些好酒的货 那就更加完美了 哎 前辈你别别别生气啊 我现在一点都不饿 你就当我什么都没说 什么都没说 前辈啊 我们聊点别的吧 你能不能告诉我 你为什么要杀铁为狱啊 你不回答我 那可就表示你 默认自己就是杀人凶手了 我们还没聊完呢 你别走啊 舒服多了 我还没问完呢 你应该不是想杀我灭口吧 你不回答我 你 你要打就打吧 我弟三郎要是皱一下眉头 就不是好汗 你怎么又打我肚子 我可以就往日无冤寄人无仇的 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啊 好 我 我可以告诉你为什么 那是因为老夫平生最恨的 就是你这种帮凶 帮凶我什么时候杀过人啊 你是那种父母之命媒妁之严的帮凶 比真正的杀人凶手更加可恶十倍 该死十倍 别人爱嫁谁就嫁谁 与你有什么关系 你凭什么当人家英犬爪牙 助纣为孽 满横无礼的像一个小姑娘强行逼婚 你这种一手扼杀女子终身幸福的男人 丢进了天下男子汉的脸 就凭这个我要狠狠地打你 我明白了 原来你是在为关琴君说话 我呸 你知不知道一个逃婚的女子有多可恶 她何尝不是亲手扼杀了一个男子汉的幸福 本来这个男子汉 他充满了希望 可现在却完全化成了绝望 还成了人眉口中的笑柄 再也抬不起头来 你说 这种行为是不是更加令人发指 你破坏别人逃婚 本身就是罪该万死 你才罪该万死 你罪该万死 你杀人你才罪该万死 你罪该万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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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行姑娘你要干什么 哎呀你不想知道这个盒子里面装的到底是什么 我当然想知道了 不过费大娘既然交代了要等她回来以后才打开 说不定有她的原因 我们何不等她一会儿呢 非大娘今天神神秘秘说话不明不白 我总觉得这里面一定有点古怪 世外高人哪 多半办事都是高深莫测 今天早晨在树林里面我已经冒犯过她了 我可不敢再坏了她的大事 这一等的实在是不耐烦了 这样吧 我们再等她半个时辰 如果半个时辰再不回来的话 就不要怪我不守承诺了 拿过来呀 不要玩了 给我呀 放开 这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我明白了 怎么 非大娘知道她不是那怪人的对手 所以故意支开我 她一个人对付她 糟了 现在一定很危险 我得回去救她 不不不不 那个怪人的武功非常厉害 你我加起来也无几于事 这样我去集合人马 咱们一块出发 等一下 我看不用了 对呀 我怎么没想到呢 摆在我们眼前的就是一个很厉害的帮手啊 小宝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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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姥姥带你去买桂花糖好不好 好啊 好好 好 桂花糖 小宝宝 师妹呀师妹 你以为你摆下这骗人的伎俩便能愚弄人吗 你也未免太小劝我了吧 好 怎么真的只有你一个人 可惜我既非司马仪 你也不是诸葛亮 我本来就在等你 而且恭候多时了 是吗 是吗 当年你要是肯等我 就不必弄成今日这般局面了 哼 左右 我没工夫跟你瞎扯 我只想问你 你究竟为何要杀人 为何要抓胡椒 我的事不用你多问 我今日来的目的 只是奉了铁大将军之命 我是来带走胡椒的 哼 想不到多年不见 你依然是甘心情愿的在当铁家的走狗啊 你骂我是走狗 那你呢 一样是官家的奴才 看来呀 你从来不让人的怪脾气还是没有改 怪不得爹说你贪图富贵 反复无常 刚毕自用以下犯上 说你这种男人哪 是不可以托付终身的 还要将你逐出师门 那还不是因为你 他故意派我出去 然后把你许配给人家 我回来不见了你面 当然要跟他急啊 可你呢 任凭师父的摆布 甘心嫁一个素尾谋面的病老鬼 不准你侮辱我的先父 好好好 我不谈这些 师妹 你做了这么多年的寡妇 难道今天 你就不肯依我吗 你老了 脑筋不好了 我们不是有言在先吗 只要你的武功比我好 我就嫁给你 但是这么多年 你从来没有胜过我一朝半世的 哪能怪我呀 要怪只能怪你自己 学艺不清 你敢小看我 好 今天我跟你比试比试 看我能不能赢你 好 我们就在院子里比一比 看看谁怕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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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你打了个平手 等你伤好了我再来 等着瞧吧 下回我一定让你拜得心服口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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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娘 大 大大娘 你没事吧 你别吓唬我大娘 你 你 大娘 你怎么跑出来了 快 快 快躲回去呀 要是让那个老怪我发现了 那就大 大 大大的不妙了 大娘 大娘 什么人 走 来 走吧 帮姥姥打这个坏人就给你糖吃 快去呀 去 雷豹 怎么是他 你疼死我呀 快去 不要跑 我还没打够 别别别 别跑 想不到雷豹都不是他的对手啊 我去找回雷豹 你赶快回山庄啊 小心点 哎呀 大娘 小心点啊 大娘 大娘 你醒啦 你看 这药都煎好了 你快趁热喝了吧 我那样对你 你不恨我 你还照顾我 大娘 您说什么呢 要不是您哪 我现在哪懂得生火煎药啊 来 把药喝了 小心烫啊 大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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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 大娘 你受伤了 是不是那老怪物来过了 小姐 我骗了你 你不怪我吧 大娘 你好傻呀 杜怪这个害人精 把大娘害得被老怪物打伤 又把狄三郎害得被老怪物抓去了 啊 三郎他 小姐 小姐 别说了 别说了 哎 我刚才在附近看见那个老怪物了 说不定他一会就返回来了 你不怕他回来抓你啊 哎 哎 慢走啊 不松了 三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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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现在到底怎么样了吗 你到底 到底在哪儿 你知不知道 我在这儿过得好辛苦 好委屈啊 三郎 你在哪儿吗 你快回来救救我 你快回来陪陪我 三郎 3 Eddy P 我 我 我是逐江福落 劫富济贫的未来天下逼艰 东东 你还不想睡觉啊 刚洗完澡又出一身汗 来 我帮你擦一擦 怎么了 怎么了 上面 上面有火 傻孩子 那是影子 你看 就是这个小木偶的影子 东东 你看 还有没有了 有了 所以说影子并不可怕对吗 嗯 你看 这是什么 小鸟 这个是什么 小狗 对了 这又是什么呢 小白兔 嗯 那这个呢 嗯 老黄牛 不对 老虎 嗯 也不是 啊 我知道了 是隔壁的老黄狗的拉达屁 哎呀 臭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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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你也累了吧 去睡觉吧 早点睡啊 来 哎 我还没听故事呢 什么故事啊 我想听大战牛魔王的故事 我爹每天晚上都跟我讲 可是 姑姑 不会讲这种故事啊 哎呀 夫人夫人 今晚有点冷 啊 哎 这个野娃娃睡了我对着 那我睡哪啊 啊 我 老爷 你来得正好 我不会讲故事 你讲个大战牛魔王的故事给东东西吧 大战牛魔王 这个故事我最熟悉了 我来讲 我到厨房给你们熬点八宝粥 你们边说边吃啊 多谢夫人多谢夫人 话说牛魔王 他我 话说牛魔王 喂 怎么 你会不会讲啊 我当然会讲啊 听着啊 猪八戒大战牛魔王 第一回合马上开始 听 怎么是猪八戒大战牛魔王 是孙悟空啊 孙悟空陪他师父唐三藏往西天取经 哪有时间大战牛魔王 那沙僧呢 沙僧 沙僧陪他师父讨饭去了 喂 你是听故事还是问故事啊 好 好了 你讲吧 我讲啊 话说猪八戒 他走了七七四十九天 终于走到了女儿国 哎呀女儿国真厉害啊 上旨国王下旨百姓通通都是大美人 而且野艳动人 国色天香啊 喂 牛魔王在火焰山不是女儿国 这个我知道 我还没说到火焰山 你急什么 哎 我刚才说到哪了 国色天香 对对对对对国色天香 哎呀这个猪八戒去了女儿国 女儿国里面呢就有这个火焰山呢 喂 火焰山里面呢 铸了一位铁扇公主 铁扇公主呢就是猪八戒的老婆 哈哈哈哈 乖乖乖乖 铁扇公主是牛魔王的老婆 不是猪八戒的 这个我当然知道了 她是先跟猪八戒离婚之后 后来才嫁给牛魔王 什么 什么什么 反正猪八戒贪玩 她借了铁扇公主的扇子 她不还 喂喂喂 是孙悟空借的 不是猪八戒借的 你懂什么 孙悟空呢 也是给猪八戒借回来的吗 我 当然啦 牛魔王就不服气 于是乎去找孙悟空帮仇 孙悟空打不过来 就找猪八戒帮忙 猪八戒又找山村魔王 山村又找巴仙 巴仙又找报星天 报星天又找展昭 展昭又 我还没讲完呢 她有水澡了 我要要睡 她一会儿 西安村 养 今晚 西安村 我 她 我 我 我 他 我 我 小 老爷 老爷 什么事 什么事啊 什么事啊 吓死我吓死了 老爷 还是你有办法 你看东东睡得多香啊 睡着了 那我们就脱衣服睡觉 老爷 今天晚上 我要陪东东睡 你呀 只有委屈去睡客房了 好吗 这 这个 哎呀 就一个晚上吗 好 好吧 哎呀 惨了 我堂堂一个县太爷 竟然落到这部田地 孤枕独眠 真是惨了 惨了 哎哎哎 什么事啊 什么事啊 雷豹住在哪里 雷豹 雷豹他 他他那边 你不是那个苏丽人杀人凶手吗 我 闭嘴 蹲下 盯着 左手穿过右手底下 捏着右边耳朵 好 好 好 右手指尖按着左脚脚尖 屁股超天 不许动他 不然回头我杀了你 嚯嚯你 这个анием 给iti人 神生 现在你们两个想法 已经结束了 tray哥联诺了 去 recent 夕刀了 比部师 给我们来 Ara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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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尿尿尿 我要尿尿尿 我 我有花糖 我 我有花糖 我 我有花糖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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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尿尿 不要杀我啊 不要杀我呀 不要杀我呀 不要杀我 古大人 头儿 救救你了 不要杀我 古大人在那干嘛呢 你 你们到前面去寻寻见 是是 哪那么多废话 叫你们去就去 去去去 别杀我 别杀我 去 千万不要杀我呀 不要杀我 不要杀我呀 不要杀我 不要杀我呀 不要杀我 不要杀我 不要杀大人 不要杀我 不要杀我 不 喝不透啊 原来是你啊 大人恕罪 小的不知道您在这儿啊 不知这不罪 不知这不罪 小的我知道是你 我早起一脚 你说什么 没有 我是说天这么黑 您在这儿的 我我丢了东西 我再找东西嘛 找东西 我帮你找 不用不用 可不懂 你有没有见到一个 戴着这种帽子 和一个面纱的人 在这里出现啊 你是说戴个斗笠 你见着他啦 大概是吧 你看见他啦 大概看见啦 他居然在这里出现了 大人 他跑到什么地方去了 大概 去了雷暴的房间 来人 来了 涛 大人 有什么风暴 刚才凶手在这里出现 你们知道吗 赶快增加人手 保护大人回房 是 跟我去搜 是 保护我保护我 来 把刀扒出来啊 你那边 是 你到那边去 搜 你们快去 快点快点 快点快点 到这边来 快点 快点快点 大功告成 我到那边去 快 头儿 我们那边什么也没发现 头儿 什么也没发现 头儿 什么都没发现 没发现 你 带人继续往那边搜 是 走 你 继续往那边搜 快走 快走 跟着走 你 快去 那边走 走 什么地方去了 你果然在这儿 你好大胆子 竟敢在县衙行凶 来人哪 给我追 河伯头 我们搜遍了整个衙门 也没发现 收鸟的行踪 我们要不要再搜一遍 搜什么 巨手已经跑了 以后衙门 要加紧巡逻 不得送线 是 好舒服啊 好舒服啊 又是馒头啊 你不到云莱客厂 去买点小菜 至少到人尽 买碗凉面回来啊 你真是 不吃拉倒 我吃我吃 你又不是和尚 为什么天天吃馒头啊 馒头又便宜 又能吃得饱肚子 不行吗 行行行行 你说馒头是山之海味 都行 随你的便 都行 我吃 好 你干嘛 你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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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嗯 你到底怎么了 水 水 你到底怎么了 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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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喝水 是是是 我去弄水去 你功比我高 我脑袋比你厉害 出去出去 想逃 下次想个更好的办法 你专门欺负那些手无寸铁的人 你不是英雄 我本来就不是英雄 我知道了 你怕我的狄家剑法 你怕我手中有剑 你就没命 我才不怕呢 好 那你敢不敢 不用武器 双脚不动 我三招之内如果我能刺住你 你就让我离开 如何 你怕了 简单 老怪物你中气了 该停了吧 你这不是三脚猫吗 我是静老怕伤了你 我才留一手的 不服我们再试 不过有一点 你要输了 答应我一件事 此话当真 没错 我说你输就是你输 你必须答应我这件事 好 看什么看 好好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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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啊 老爷 听说凶手跑进了县衙 闹了一夜 怎么你还这么有心情啊 哎呀夫人 追捕凶手是和睦头的事 关我什么事啊 你叫我款待东东 我当然会完成任务啊 东东好吃吗 夫人啊 你看东东吃得多开心啊 你也要开心一点 多吃一点来 我给你加 哎 哦 哎 哎呀 哎呀 好了老爷别打了 都这么大年纪了 好好好 不玩了不玩了 哎 东东啊 这个最好吃给你吃 哈哈哈哈哈哈 东东 你看谷伯伯多疼你啊 嗯 谢谢 哎呀 夫人 我也疼你 嗯 你看 那么多好吃的 我看东东 每年的生日 都没有那么多好吃的东西啊 啊 哎 对了 东东 你的生日是几号啊 今年的生日 你没过吗 生日 什么是生日 不会吧 你人自己的生日都不知道 真是笑死人了 哈哈哈哈 东东 生日就是 你娘怀胎十月 辛苦的把你生下来 嗯 那天啊 是大喜日子 就是你的生日啊 嗯 是不是像母猪生小猪一样 哎 哎 对对对对对 就像你娘生了你这个小猪一样的 哈哈哈哈 我家隔壁的老母猪 一生就是十头八头 为什么我娘就生我一个 哎 嗯 嗯 你娘没告诉过你吗 我没见过我娘 啊 怎么会这样呢 那你怎么生出来的 我爹说 我娘在天上 嗯 快点好姑姑 爹 夫人 东东她乖吗 我在那可乖啊 可听好姑姑的话咯 爹 你看 好姑姑送给我好多好多玩具 你看 那把木剑好亮好亮 那个风筝又大又漂亮 哎 你可能没看见 这个小木豆人还会动呢 好 好 东东 你自己先玩一会儿 姑姑有话跟你爹说啊 嗯 王老板 你不会怪我送东西给东东吧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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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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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不过 有一件事情我觉得很奇怪 哦 哦 东东 东东 东东他没生日 不会啊 每个人都应该知道自己的生日的 夫人 你问的太多了吧 哦 那我就不问了 不过 王老板 你曾经答应过我 如果我能让东东开心 你做什么都可以 我没忘 没忘 那好 我就把今天当做东东的生日 你我各自去准备 看谁能够让东东过得快乐 好啊 但是 我有个条件 你说 咱们这次安排 不能奢侈 不能浪费 看谁 花的钱又少 又能让东东开心 就算谁赢 怎么样 好 我接受 好 来了来了 哎呦 谁赢大清早的 废大娘 废大娘 你怎么又来了 你不是说等大娘伤好了再来吗 喂 你不是说等大娘伤好了再来吗 喂 你不是说等大娘伤好了再来吗 喂 你不是说等大娘伤好了再来吗 我等不及了 言而无信 你受了脚伤 我胜之不武 现在我教了这小子几招 让他来跟你比武 喂 你认他为事啊 那也不能算是 你跟他学 只怕是学得更加不堪呐 大娘 你这话也未免太也损人了吧 少废话 这小子三招之内准保打败你的宝贝弟子 什么宝贝弟子啊 就算他不是你的弟子 起码你也指导过 怎么 不敢比了吗 哼 你不用激我 比就比 看谁怕谁 好 他要赢了 你要遵守当年的约定 一定要嫁给我 喂 你应该知道 狄三郎是我的保镖 他敢打赢我吗 如果狄三郎要输了 我永远拿他当人质不放他走 直到打赢为止 事关荣辱 我这未来天下第一剑 你已经做好了准备 老太婆 可以开始了 好 大娘 请放心 我绝对不会耽误你一生的幸福 我会全力以赴的 绝不会误了你的终身 接着 第三郎这小子还有两下子啊 没问题 你用这个 行吗 没问题 你用这个 去吧 我让你先出招 我怎么能下你便宜呢 还是由你先请吧 还啰嗦什么 谁出招不是一样吗 快动手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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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让承让 一万一万 我们再来 再来 我们再来 来一刀 诶 比武童中 不许商议 那刚才你怎么救 那是以前的事 谁让当时你不说呢 我以为我 我还是想到你了 我还是想到你了 我还有人说 也没想到我 我还没想到你 我们再来比 等等 敬给我丢脸 走 跟我回去 老怪物 老太婆 我们会再来的 我们一笔高下 走 进来 进来 来 进来 东东 你一直玩好姑姑送你的东西 是不是挺喜欢好姑姑的 是啊 好姑姑对东东好 他对你怎么好啊 好姑姑从来不骂我 你们两个赶快把这些告示派发出去 看看有没有人发现凶手的下落 是 喝不头 来碗牛肉面吧 忙死我了 怎么又有新案子了 说来话长啊 昨天晚上苏丽人夜闯衙门 差点把雷豹给杀了 小东西 小东西 又让他跑了 我根据狄三郎提供的线索啊 前往被苏丽人抢劫过的围阳标局查过 奇怪的是啊 那里的标师没有一个承认的 那会不会有别的内情啊 你刚才说昨天晚上那个凶手要杀雷豹 对呀 这雷豹是铁将军的人 是要捉拿凶手归案的 他杀害雷豹 是不是不想让雷豹查出他就是凶手啊 还有 昨天他杀雷豹啊 用的也是根针 这跟杀害铁维玉使用的凶器 不谋而合呀 是吗 那当然了 昨天啊 他往雷豹头上扎了七八根针哪 要不是我闯进去 雷豹啊 早已死得糊里糊涂了 杀一个人一针就够了 何须用七八针呢 铁维玉不就是一针毙命吗 难道凶手不是杀人 是救人 有可能 说不定他是帮雷豹扎针治病的 不会吧 何不懂 还是小心点为好 我小心什么 我是说 万一那个凶手把雷豹的病治好了 那他不很快就清醒了吗 不行 我得回衙门看看 东东 不干了 稍等回家 为什么 你忘了 爹不是说今天晚上要和你过生日吗 好 好 赶快收拾东西 没问题 福伯 福伯 过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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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来过来过来 我知道 你是说燕老板最近那些贵人公子没有送礼给他是 不是啊 那什么 如果要看到这个梭丽人哪 马上通知我看见了吗 看来你被这个人搞得心神不定啊 那燕老板那是什么呀 你知不知道 三天了他才喝了一碗米汤 有什么事啊 想说就说 他自打从衙门回来以后呢一直不说话 看来心情仍未平复 哎呀 抓不到罪犯哪 我的心情才难平复呢 那你的意思是 我得赶快回衙门去 走啦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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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伯啊 嗯 福伯 哎 麻烦你啊 照顾一下叶老板 嗯 哎 我想呢 那些大官贵人哪 可能过两天就要来了 哦 明白明白 嗯 嗯 麻烦你啊 嗯 哎 我走了 好好好 好 啊 慢走啊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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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父啊 你看我练得怎么样 哎 用心练 哎 你想让我再多丢一次脸吗 哎 哎呦 前辈啊 上次啊 我只是一时失守 还强便 快练 哦 哎 师父 看来你跟废大娘之间 好像有很多事情说不清楚 不要多嘴 心无旁骛 专心练剑 哦 好 嗯 其实 我跟师妹 这都是同门师兄妹 哦 原来废大娘的小名叫 师妹啊 师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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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什么 前辈 既然你跟废大娘是一路的 那你为什么要杀胡椒呢 我要杀他 他还在吗 好好练你的剑 记住 挑要快 消要揉 刺要准 哎 前辈 你到底是什么人哪 伤心人 伤心人 原来你我算是同道众人哪 怎么 你也为女人伤心过 是啊 但每次啊 想到是为了胡椒而伤心 我就觉得值得 原来是她 难怪 怎么样 你也觉得不错吧 在我心目中啊 就算是四大美人复生 也比不上我的娇媚好 跟我师妹比 她只能排第二 不会吧 那废大娘当年有胡椒那般的风韵吗 师妹年轻的时候 体态平庭 婀娜多姿 简直是无人能比啊 我只见过胡椒的肌肤啊 那是雪白无比啊 至于废大娘呢 我倒是没看出来 你懂得屁 师妹冰清玉洁 你想看哪 也没这个福分 我也不想要那个福分 师父 你有没有跟废大娘 那个那个 走 别攻击 走 你干嘛 前辈 你要干什么呀 何不投啊 现在要通缉那个梭立怪人啊 你们要打起十二分精神 如果见他来呢 你们就要通知我 那我就何不投来拘捕他 知不知道啊 知道 知道 眨什么眼睛啊 眨 我告诉你们啊 这个梭立怪人啊 他常常危害人间无恶不作啊 如果你见到他 我们就要拿菜刀啊 把他砍 砍 砍啊 砍 客官啊 你是不是又 又来点菜 我来投店 投店 好啊 那我们这个店就厉害了 我们这是最好的 房间宽敞啊 空气清新啊 你有哪间房啊 就住黄子号 黄子号不行啊 那里刚刚发生了命案啊 疯了 不如这样 在住 玄号房 好了 就住黄子号隔壁吧 好好 就是 宇字号房嘛 好好 小二 在 带这位客官上去 客官 请 为什么 还在扯下啊 快到 hier 找何捕头 说那个苏黎人 entリ 会马上来抓人 大姐 天 你们 Insurance 他在这里 说明 你说 我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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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快快快 尝尝 这 头儿 怎么办 来通知大伙收队 继续去查那所里人的下落 是 走 燕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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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灯灯 等了这么久 你爹怎么还没来呀 他天一黑就出去了 他说一定会来的 灯灯 爹 儿子 我还以为你失约了呢 怎么可能呢 我答案过要为东东过生日 爹 今天真是我生日吗 嗯 对啊 东东 你要记住 每年这个月的今天就是你的生日 太好了 东东有生日咯 东东 爹为你准备了一份礼物 你肯定喜欢 什么礼物啊 看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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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漂亮啊 好多星星啊 好漂亮啊 哎 东东 爹再给你抓一个 嗯 哇 哇 星星飞走了 星星飞上天喽 飞走了 飞上天喽 儿子 啊 喜欢爹给你送的这份礼物吗 喜欢 好喜欢 来一个 你迟到 是为了抓这些萤火虫吗 是啊 东东 好姑姑也送你一份生日祝福 什么祝福啊 跟我来 嗯 哇 好漂亮 好漂亮啊 东东 喜欢吗 好姑姑 谢谢你 我喜欢 咯咯 东东 你闭上眼睛 默默许下一个心愿 这里的每一盏灯笼 就代表你的每一个心愿 只要你的心成啊 你的心愿 就会一一实现的 真的啊 我愿爹的拉面 越来越多客人喜欢吃 我愿老三成为 未来天下第一届 我愿漂亮姑姑 越来越漂亮 我愿好姑姑 越来越好 东东 东东 许愿是不能说出来的 说出来就不灵验了 懂吗 真的 东东 你怎么只为别人祝福 你自己许了什么愿望啊 我不能说出来 说出来会不灵验的 吴夫人 你觉得 我们这次安排谁的最好 不如用东东来决定 好 东东 你觉得哪一份礼物最好啊 那还用说 我两个礼物都喜欢 未来天下第一剑 我看你是未来天下第一笨蛋才对 我还没准备好呢 你急什么呀 怎么样 铁而后之不足吧 想跪下拜我为师吧 我拜天拜地拜花拜草 也不会拜你这个老怪物为师 你还不够格呢 你不敢研究吗 你这个老怪物 讲好失照 你干吗出手那么狠呢 我赶紧拼了我 救救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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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再来了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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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父 师父 你是我的师父 你是我永远的师父 总有一天我要把你碎十万端 你说什么 师父真伟大 冬冬这么可爱 他母亲一定很漂亮吧 我跟他相处的日子很短 冬冬一出生 他就离开了人世 你们之间 有过很多美好的回忆吧 不好 正好相反 她是一个平平凡凡的女人 我们之间也最普通不过了 是吗 古夫人 那你呢 我什么 我看古夫人那么喜欢小孩子 又那么有爱心 为什么你 如果我要是喜欢孩子 早就自己生一个了 有时候 我觉得小孩子 是很难应付的 是啊 有时候 有时候 的确如此 嘿 我不知道 您有没有为东东的前程想过 哦 我是说 让东东尽私塾读书 好让他有个好的前程 哎 其实人世间所谓难得糊涂 做人平凡一点不是很好吗 外头风大雨大事事难料 也不知道有多少凶险 我是在想 只要东东过得开心快乐 这才是最重要的 是啊 有时候平凡 反而是福 嗯 哎 你看 流星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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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怎么回事 这是怎么回事 你的头被重物所积 积了血块 这几天我一直帮你推血过功 加以失真 才把你的淤血逼出 你 你是左宗馆 认识我了 左宗馆是铁大将军身边的红人 又是铁府的宗馆 又谁能不认识 不过大将军也知道 你保护二公子不周 才是他客死他乡 如今凶手还在逍遥法外 可 其实这件事 别说了 大将军命我接手彻查 胡椒根本不是凶手 那凶手是谁 雷三将 其实你比我清楚 你知道真凶是谁 你这是什么意思 在犯案的房间里 本来放着的那盆罗汉松 你为什么要把他偷走 你去围阳镖局急着 要把他运往京城 又是为什么 是因为 因为凶手在罗汉松上 留下了杀人证据 你不是要挟他 那你一定是要掩护他了 不过你不用担心 老夫已经把他给藏起来了 现在没有人知道他在什么地方 左宗馆 雷三将 雷三将 你头又痛了吧